来咱们继续啊 我们继续看 看之前我先问你们个问题啊 刚才咱们设定什么的时候呢 大家来看 我们刚才是不是有设了一个float呀 给这个logo 对不对啊 大家来看 我当时说了 我说你要想看到这个图片 你必须得得得得什么呀 你得开个口是肯定开 开怎么开啊 是不是你得把这个 把这个标签你得能设长宽了 对不对啊 我们是不是通过改成float 就能设长宽了 你飘一来之后是不是就能了 是不是啊 我设了float 我也不设float 你还能看到吗 是不是就看不到了 你看不到了 但我问大家 如果我不用float 我在这里设个别的 我也想看到 你们说设什么 设什么呀 是不是设个display的inlandblock就行了 对不对 我设成一个inlandblock之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设长宽了 只不过咱们现在取的是 刚才是取的float这种形式 对不对啊 你们看现在行不行呢 是不是也能看见啊 没有这意思吗 就是咱们因为取的是float 但是你设成display等于inlandblock 肯定也没问题 设什么00 你00是什么呀 你float是飘 是往紧贴左边 但你到这个 它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你不得调吗 对 你科下 你把这个位置 你调调 你看看 你知道它是什么了 怎么调会吗 去页面去调啊 去页面去调 然后咱们说完这之后 该讲什么了 刚才说到哪停的呀 哦 是不是该说 该说它了 首先我是不是应该 把atml写出来啊 对不对啊 对 说话行不行啊 咱们大家看啊 我现在是不是人家有这些 六个部分 对不对 这六个部分 有这么六个部分 然后他们作为 咱们是不是说 把它放到一个盒子里面去啊 而这六个部分 是不是统一都在一个A标签下 因为是不是可以进行链接啊 你点就链接过去了 那咱们就把它放到A标签下 看咱们的html 它就是 在一个盒子 叫action menu里面 叫一个菜单的 div里面 给我放了六个A标签 而这六个A标签 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哪里啊 是不是这个全部这 起了两个名字啊 其他的都有一个名字叫tb 就它有两个名字 它除了叫tb 还叫activo 对不对 它为什么得特殊点呢 在于什么呢 在于它 是不是跟别人的颜色不一样啊 因为在 当你最开始点击进去的时候 是不是都有一个默认的深色啊 嗯 是不是都是这样 当你点这个的时候 它是不是在变深啊 是不是啊 对 它再变深 这就不是咱们能做的了 就是GS做的了 没有啊 但是咱们不管 那最开始的位置 它是不是变深的 嗯 所以咱们应该跟他们要做一个区分 所以给他又起了个名字 用另外一个名字给他设这个深度 OK吗 大家 那行吧 那那 咱们这个东西也写完了 写完之后 咱们看到的效果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啊 大家看 是不是啊 嗯 他这个跟咱们想的是不是应该一样的 嗯 这肯定一样 对不对 这个给他挑那个margin了 所以他往下移了 正常的是不是应该顶头走啊 嗯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啊 先不问啊 我先告诉你们 这是不是一个个的A标签啊 是吧 A标签下边是不是默认加了一个横线啊 这个横线 你看人家这里面有吗 没有啊 我是不是应该先给他去掉啊 在哪里去 大家看 在顶头下面 直接对于所有的A标签 我都不要紧这个原式的 设定 呃 这个设定叫text decoration decoration 他对不对啊 我给他设成nine是不是就行了啊 我给他设 这就是意思就是说 A标签下边的默认的横线给他去掉 这个没讲 没讲 对 现在讲了 你别这么说啊 讲的你也不知道 我都不敢说老师没讲 看不起你 我都不敢说老师没教 谁让你补什么呀 现在咱们试试看 看看他还有没有啊 是不是就没有了 没了 对 那接下来咱们该做什么了 首先 是不是应该先 还是那句话 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先先先找到 咱们的html呢 是不是它是 我问大家该对谁进行一个样式调节了 是对tb呀 还是对active呀 还是对 上来就调tb了 是吗 讲了没用啊 还我随便调 你说的到轻巧 是不是应该从报道到里调啊 你是不是应该先对这个盒子进行一个调节啊 对不对 你是不是应该让整体这个盒子先飘起来啊 你先让它float起来再显示内部内容啊 对不对 还tb tb啥啊 它就都没动起来呢 我忘了 我忘了 还有一点 点什么玩意儿 还点tb是吧 踢死你得了 是不是点xmenu啊 做什么事儿 float float怎么着 left 然后呢 其实本身这样应该就行了 但问题 大家看啊 大家看这个效果 我想要float给它起来之后 我们给它加一个marginleft 我先看看啊 加一个marginleft 为什么加marginleft 它是不是离的有点太近了 这个全部跟这个贴着了 人家这是有一个间距的 对不对啊 咱们先给它来个left 再调一下间距好吧 我背不下来 多少 是20是吗 OK 20px 然后 我就能记住那么几个数 不错 是不是这样啊 这样之后 是不是应该还得让它下来啊 哦 我知道了 no 不用挖这套包了 对 大家看 我还记不记得 我说上边有个内容 我说有个属性没给你们加 只有到后边下边看的时候 才能看出来啊 是不是啊 大家来看 你们说我加margin套吧 行不行 肯定行 左边不就这么办了吗 对不对 哎 我现在又不想搬了呢 我也不想那么搬了呢 想不起来对不对 想起来没关系 别胡说八道啊 肯定讲了啊 我现在 咱们拿出来一个 咱们拿专门练手的建一个啊 这你们就是因为什么呀 你们就是因为 你们就是因为你们那个什么 就是因为你们那个没记得太深 我现在写个DIV标签 大家来看啊 写个DIV标签里面我写一个这样的内容 咱们给他设定一个设定一个什么呀 设定一个 TYRE对吧 给他进行一个DIV设定 我给他设定设定什么呀 设定个背景颜色就够 大家来看啊 你们来看 我现在设定完了之后 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 跟你们想的一样吗 跟你们想的一样不一样 一样一样 这还有一亿是吧 一样 这这没有一亿吧 没有 这不就是给他设定一个背景吧 设定完背景之后 你们来看啊 问题是 现在 我这个DIV有没有宽度 有没有高度 我能不能给他设一个高度 我设成一个50行不行 我设成完一个50 你们再来看效果 跟你们想的一样吧 是一样的吧 是不是他就是50像素了嘛 对不对 高度变成50 是不是你这文本还顶头写啊 问大家怎么让这个愿头跑到中间去写 我让他去 我让他到这了 我让他到这了 到这个正中间了 机械 怎么事 什么 Testle 等于什么 然后呢 大家看 这个是让他水平集中 还是上下集中 这是水平 对不对啊 还有一个是不是上下 是不是叫拉海特呀 拉海特 让他等于什么呀 让他等于黑 让他等于黑 让他等于谁 是不是应该等于50啊 你们以后会大量的见到 海特跟拉海特 他是一样的 为什么一样 对 就是因为为了让他居中 首先这个猜特的line 你们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就让他垂直的 对不对 但这不是我要想讲的内容啊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 Linehead跟Linehead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不加这个Linehead 他默认是不是有个50相座 他是不是顶头写啊 写完这一行 是不是紧接着还可以写啊 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如果加上个Linehead 是什么意思啊 我加上一个Linehead 其实就告诉他 Linehead他是占什么高度啊 当时说 是不是你整个行的行高了 换句话说 你现在还有多少 还有多行吗 没了就一行 对不对 你现在的这个50的高度是 你文本的高度 加上上线的间隙 也就是你能看到的 这个背景的这个高度 是不是啊 这个背景的高度 是不是现在相当于 就是一个大行了 对 之前的一行 是不是就是跟这个文本高度 保持一致啊 现在你控制这个行高 之后是不是让这一行 的行高变成了50个像素了 嗯 你这一个行高变成了50像素 你的文本是不是自然就跑到中间去了 嗯 能明白吗 能明白 就一个 一个 上 一个上 看着啊 怎么 这这这必须得明白啊 这这 一定不要 就能够进入的那个框 不要含糊 看着啊 我现在是不是设了50啊 嗯 本身是个50 它本身是不是 哦 我不设50啊 大家看 我现在什么都不设 只有一个背景的时候 这是不是就是一行啊 对 这一行 是不是 它本身就跟你字体这个 温子大小 大概保持一个一致啊 可能还有设定上下多少 咱不管 大概这个行高 是不是就这么样 你这个字体 是不是也应该是在这个中间 大概 那问题是 我如果这个行高 看着 它比如这么高 这么高之后 如果我想让这一行变 变宽一些 是不是应该上下给它扩充啊 是啊 但是现在还是 是不是只是一行啊 嗯 并不是多行 对不对 这叫 这叫一行 这就是一行 明白吗 那你这个 这个对比 扩高了 扩高了 也算是一行 对 扩高了之后 是不是一行 取决于你是怎么扩高 你如果直接加上一个hat 等于50 是什么意思 背景扩宽了 只是你的背景扩宽了 但是你行数是不是也增加了 你这一行 这里面是有多少行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它是不是写完 还得继续往下写啊 对不对 你设成1000 你这里设成 别50了 你设成100行 你设成200 这都没有问题 你设成多少 这个背景 是不是就变成这么大了 这里面你写多少行 它是不是就给你一行 行的去写啊 这叫一行吗 这不叫一行 现在粉色背景 是不是叫多行 这就因为你设了个背景 高度而已 对不对 那如果你想让背景 就是一行 怎么办 你就加个line hat 就相当于说 我设了一个 就设一行 这一行 你就给我这么宽 你就这么高 没有吧 这么高之后 你的文本 是不是还得在中间去写啊 你从中间写 你这个院写到头 是不是就占一行啊 写完之后 是不是就跑到这开始写来了 能明白了吗 对就跑到外面了 因为这一 粉色区域就占一行 如果不设置的话 他还会在背景里面紧接着去继续写 最大小会跟他写 对 对就声明这些一行 然后 我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为什么这个字体会居中 动了吗 因为他占一行 他肯定得居中写啊 OK 这里固定的设置那个 不是设多少就行了 设多少它都 对啊 你设 就是说你只要保证什么呀 你只要保证这个 拉害的跟害的一样 是不是就行啊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有同学说 那你不设害的行不行啊 不设害的行不行啊 太行了 怎么不行啊 当然行了 对不对啊 我只设一个害的 那就是让行高就是220 对不对 但是只要有害的的话 你的拉害的 是不是就必须得跟人家害的一样了 如果不一样的话 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比如说你设成一个280的话 它是280 但是你占一行 你这一行是不是只占220啊 是不是多出来一部分啊 它只占这么多 对不对 下边你写完了 是不是紧急着会在这写啊 对不对 那我不写这个文字 我写了 你不写内容 它其实也占了 只是你看不出来了而已 就是背景的项目 你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 你不写这个字体了吗 对吧 你不写了没关系啊 不写害的 你把那害的一切 不写什么了 这个害的也不写了 这个害的也不写了 没问题啊 它也不写 它肯定的呀 没有 它没有是因为你没字体了 但是你只要写它就会占 OK吧 懂这个 拉害的什么意思了吗 大家 对 其实讲这个内容 为什么要跟你们说这个 就是你们现在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做 我现在是不是想让这一帮 跑到哪里去啊 就跑到中间 给谁加LineHat 告诉我 行行别说了 B话 给谁加 把我现在 你们知道用LineHat了 对不对啊 LineHat用在马里 才能让我这些东西都到中间去 这是咱们的什么 这是抽屉啊 告诉我吧 这是咱们的HTML 加在马里 就这么多标签 你要是一个LineHat嘛 对吧 怎么加 加在哪里 X-Menu 咱还说对吗 对 加在X-Menu里面 加在A标签里边 加在这 是吗 对 我觉得得加在A标签里面 加盒子 真嫌事不够大 这不像个院吧 是吧 OKOK啊 看我加在哪 看我加在哪 行不行啊 我想加在这 可以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他加在这 跟加在这 有什么区别 大家范围 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我是不是还能管到后边 所以你说管到哪 是不是加在HatContent就好了 对 那是图片 那是图片 跟这个不一样 对 来 咱们现在该调谁了 是不是HatContent的呀 是不是在这加一个什么内容啊 是不是LineHat啊 那等于多少 44 是不是比较44 比较是44啊 是不是因为这是44了 是不是就过来了 明白这个意思了吗 就是你们一定要明白说 每一个属性加上去之后 到底它有什么意义 是吧 它要 你要 你要 就是你要不明白它是什么意义 你就别用它了 你知道说它有意义了 再加上它 就是你们我为什么那天让吴超去看官网写啊 你不一定能写出来 因为它有很多东西 你并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OK吗大家 那行了 那居中了也 还差点什么劲啊 字体颜色 字体颜色以及间距 是不是啊 这个时候我该挑谁了 Action Manual 我是不是这也调好了 接下来我是不是应该调这盒子里面的内容了 点什么 点Action Manual 这个就得给我加上这个了 明白吗 这个就得加上这个复级了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这个TB 你就不好说了 对吧 这个TB叫什么呀 对吧 你不知道不管叫什么 你可能在其他的A标签里面也叫它了 是不是啊 那我是不是加上它就行了 加上它之后 你们说我这里面是不是它叫Class等于TB 那我是不是点TB就行了 但是为了更保险一点 我怎么写啊 点TB 我是不是可以写A点TB呀 见过这种玩法吗 没有 我现在也教你 好吧 就是点TB是不是Class的TB啊 前面再加个A标签是什么意思啊 必须是Class等于TB的A标签 才符合这个条件 OK吧 所以它是不是就被我唯一限定死了 限定死了之后 现在我限定了几条内容 怎么可能Active也叫TB啊 也叫TB啊 Active怎么了 他俩不是这是两个名字吗 这是两个名字 我现在叫TB怎么了 我就取你第一个名字 可以吗 我现在操作的是不是这六个标签 对不对啊 OK 首先来个字题吧 对不对 人家这是不是有Color啊 Color我也不知道它是名字 我找找啊 它不是白色 它不是白色啊 它不是白色啊 你们学着自己怎么找听见没啊 这是不是点点到这了 点到这之后看 它设的哪里设颜色了 这是不是叫A点TB啊 A点TB OK这个不用管大家啊 它是花了 因为我点的全部 它被覆盖掉了 我点这个就好了 是不是就被 就是它就这个颜色啊 就是颈C0这个东西 是吧 我操 没有不用 它直接就过来了 可以 然后 然后在哪了 然后是不是我给它拿过来就行了 拿过来之后 大家看 颜色是不是就变了 行 颜色变了之后该调什么了 我操 我看这个绿色特别不爽 它调回去也行吧 调回去吧 看着怎么这么别扭 是不是把它拿过来啊 把它拿过来 是不是给它呀 是不是这意思啊 行了 是不是这意思啊 OK啊 好看点了啊 来 接下来干嘛了 是不是调这个margin判定了 因为你看人叶这个 是不是有个间距啊 好 我问大家 它的margin跟判定分别是多少 你没想啊 谁也别说 欣欣 margin margin是多少 你现在按这个来说吧 就是每个 就每 这六个之间 这六个元素之间的margin跟判定 分别告诉我是多少 margin 我觉得应该是 判定呢 你是让我设完之后啊 还是说设之前 就是你 你看着它 你看着它 像 你看着 OK margin你认为是零 对吧 判定你认为是不是有个值啊 有 这个值是哪里的值 判定这个值不就是那个 这两个缝随到这个 是这个42距离这个边界是吧 对 你们觉得呢 对 你们觉得呢 对 是不是也对啊 对 OK 这是人家官网吧 是人家官网吗 是 来 咱们看一下啊 我问大家 现在这个 全部42段的这六个元素之间 有没有一个间距 有 是有个间距的 对不对 知道这个间距是什么吗 不知道 是不是啊 不知道 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个问 为什么问你进行 这个问题你昨天问了 你知道吧 我高 看着啊 别别 行了 看着啊 我写个margin margin 呃 我想写啊 就margin left吧 margin left 我让它等于个负三 为什么要负三 是不是啊 对啊 我设完负三 咱们看效果行不 啊 负三不够 是不是啊 我来个负五 行不行啊 是吧 还不够啊 嗯 我不管设多少 它肯定有个值能 让它能给 这是不是就 这肯定是切多了 对不对 咱不说了啊 我就告诉你们什么意思 我现在是不是通过一个margin left 可以让他们 保证一个什么呀 是没有间隙啊 你知道昨天你问我说 它为什么官网上 要设一个margin left 是因为它本身 就有一个margin值 而我这个时候 把它这个margin值 通过一个复数 给它缩 缩回去 让你的margin最后 让你们彼此元素之间的margin 变成零 变成零之后 你看到的效果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彼此之间 只有pending 没有margin 明白这意思吗 你们看到这个六个元素 是不是之间并没有 margin 你们先承认这一点不吧 承认不承认 你这都是各 你这都是你自己的元素 对不对 我们说过这一个核子而言 这是全部是内容 对不对 全部与边框之间的距离 是不是pending啊 pending 一个元素 一个元素之间的距离 是不是margin 元素与元素之间有距离吗 现在 是不是紧贴着呢 看我干啥 看图 是不是啊 是不是紧贴着了 紧贴着了 是不是就 就是因为margin等于零了 而你刚才看到 是不是咱们在这里写的时候 其实margin是有个默认 margin的 对不对 那所以他要加一个复三 不是 它是在这里面有的 这是你设定 你设定的那个是什么呀 你设定的那是浏览器默认的那些 你设定是零了 但是现在他给的这个是按照你的这个 你在这里写这个A标签 他给设定的 他不是 不是没有设置 A标签跟A标签之间是有一个默认的 你知道吗 它是有一个空隙的 这个空隙 其实我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 还记得 还记得当时我说两张图片之间 啪一贴之间有空隙吗 还记得当时我射成两个元素之间 都射成inland block之后 那个空隙吗 知道那空隙怎么来的吗 知道怎么来的吗 就是因为你写的 它其实是一样的 知道吗 就是因为你这 看了吗 它 看了吗 看这个距离了吗 看 看 看了它了吗 是因为它造成的 对 是这个距离 它造成了给了一个默认的margin 对对对 那个 那个 包括图片之间 inland block之间 都是这样 懂我意思吗 大家 这是我默认的margin 对 这是那个默认的margin 然后 所以它既然有这么一个东西 我给它缩回去之后 之后 是不是就 就OK了 就可以重新设计 设判定就行了 因为我现在是不是只想要一个判定值啊 能明白吗 大家 不是 是因为官网人家要了一个判定值啊 不是我想要 人家这判定 它这 它是不是有个判定啊 它这是不是有个判定啊 在一步步的来 行吗 先明白这个判定是怎么 为什么要有判定吧 是因为官网这有个判定 对吧 为什么没有margin 是因为官网没有margin OK吗 我现在就按着人家来嘛 我得做的跟人家像一点嘛 那所以这个意思 现在 我是不是现在 我调了个多少 就是 复八 复八是吗 官网好像是复三复五 它这个不一样 你知道吗 这个默认的情况 那不管是多少 它肯定是有一个的 对不对 那咱们既然给它调回去之后 咱们现在接下来 大家看 接下来之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设 设谁了 设pending 是不是 pending 我是不是可以让等于多少值了 对不对 来 咱们看一下啊 这个pending值 看人家官网大概是多少 这是 这是一样 013 016 013 016是吧 咱们也拿过来用 行吧 咱们用013 013吧 明白这个意思吧 大家 来当我们设定一个它之后 大家来看啊 我跟你说 其实你现在看不到任何效果 为什么呀 你们要想看到 这个效果 是因为A.TB 我问大家 这是一个什么元素 这是一个内联标签啊 我是不是给它设成什么 是不是Display 等于Inland Block 好 等于Inland Block之后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想看到这个效果 我给你们加上一个背景颜色 虽然这个不用设 但是我为了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就知道它是什么了 看到了吗 有的人说 我还看不出来 你知道你现在看不出来的是什么吗 你现在看得不出来的是 你现在看不出来 这个麻烦跟Panning 哪个是哪个 对不对 这为什么吗 所以这接下来就设计 最后你没有想看到这种效果 你其实是想看到说 那他这一点之间 他们是有区别的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 这个动作是怎么完成的 是因为我的鼠标悬浮到了上面 它有了一个新的样式 是不是 通过什么来做 是不是通过伪类来做 所以接下来 咱们是不是可以做伪类了 做完伪类之后 做完伪类之后 你就能看到这个 你想看的这个效果了 好吧 我们继续来看 总之我给他加了个 Inland Block 其实他现在已经出来了 明白吗 他现在出 怎么又瞎了 OK啊 咱们来看一下 我现在告诉你们 其实这里 我还不行 其实这里面已经被我调成了什么样式了 你知道吗 咱们已经设好了说 这是一块块的了 明白吗 这已经调成一块块的了 怎么这个以后 对 对 一会咱们加伪类你就看 我现在得告诉你们 没有吧 你说我怎么设成一块一块了 Inland Block 对啊 Inland Block 本身就有个框了 你这个文字 是不是在里面了 然后你是不是又加了个pending啊 所以他是不是就把它撑开了 所以你看到的 就是这么一个格式了 对对对 OK吗 大家 你现在只是看不到这个效果 咱们一会就看 好吧 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事情了 是不是加伪类啊 好 告诉我 给谁加伪类 给谁伪类 是不是给A加伪类啊 是不是给他呀 对 等一下啊 等一下 等一下 Rat 是给他讲 但是给谁先讲 给他先讲 OK 咱们来看啊 我现在就给A 其实我给A点TB加就行 对不对 给A点TB 怎么写 谁说 A点什么呀 A点TB吧 一样 对不对 A点TB什么呀 小胖 怎么写伪类 冒号 Hawr 然后呢 然后大括号 里面写什么内容 里面写什么内容 就取决于你悬浮到这个上面的时候 它变成什么内容 对不对 你看 我悬浮到这个状态的时候 它变成什么颜色了 首先这个 再来看 我不知道 我看它怎么设的 行不行 它字体是变白吧 变白了 咱们看看啊 它设的在哪里 它绝对能看到 这是绝对能看到了 那个Hawr呢 点全部里面 全部里边有 是吧 这了 这了 但是这是 它设的是这个颜色 不是 但是这是Active设的 我们要设的是TB TB的颜色在哪里 哦 对 我想起来了 我知道了 它这个是什么 咱们自己设一个 行不行 它没有 我们自己能不能设一个 咱们就给它设成一个白色 行不行 我就设白色 设成一个白色 然后再设一个什么呀 是不是就设一个白色 一个颜色 一个背景啊 自己来吧 它没有 咱自己来 行不行 它怎么会没有啊 对 我告诉你们 其实这个动作 完全用GS就可以 很简单的实现 明白吧 但是Hawr也可以做 咱们就做它 好吗 它做多少 咱们实现多少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 看了就变成一个白色了 再给它来个背景 是不是就行了 背景大概是个什么颜色 就它了 行不行 行 然后之后 咱们来试一下 好吧 看了吗 看了吗 明白这个panding 是怎么回事了吗 panding是不是 就是这个距离啊 它彼此之间 是不是margin也没有了 懂当时 那个margin-3 为什么了吗 396-3 干嘛呀你 那个 OK啊 现在大家看 我写完这一步之后 我把这个黄色去了 给你住着吧 我问大家 还差一个什么呀 大家看 我现在的确它变了 对吧 但是它这个效果 跟它差在哪里 是不是全部这 还有一个深色呀 它比别的背景颜色 是不是深啊 对不对 咱是不是想像这个样式 怎么办 是不是单独给它设一下就行了 为什么给它单独起个名字 不就为了这个时候用吗 对不对 怎么写啊 点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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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点X A点什么呀 是不是 AXT5 AXT5 然后呢 A点XT5 我跟你讲 A点XT5 然后呢 我问大家 你还得有一个事 是什么呀 其实它一直是什么意思 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 不明白是吧 不明白给你解释 看着啊 我们先把它实现了 好吧 我们现在想把它变成一个深色吧 是不是深色啊 它这个深色是这个颜色 对吧 一个深色一个白色吧 对不对啊 来拿过来啊 大家看 我们现在 先给你们看看结果是不是这个样子 变成了 变成了 还动吗 是不是动了 是不是跟我们想要的完全一样了 来 为什么这样 大家看 首先我问大家 这一行如果不写的话 上面是不是对我们的六个标签统一做了一个说 你悬浮到上面 我给你做一个统一的处理 对不对啊 是不是啊 对 那接下来我后面的这个东西啊 大家看 其实就可以覆盖上面了 为什么呢 首先这句话大家先不用管 明白吗 这个也先不用管 先看这句能不能看明白 这句能不能看明白 能 因为我不想让他们变成那个样子 对不对 我想有一个自己的颜色跟背景 能明白吗 所以他加这就行了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仅仅这样加的话 是不是还差一步就是说 你一悬浮的时候就行了 你一悬浮他是不是还变啊 可是我现在是不是让他悬浮的时候不变啊 你悬浮的时候不变 是不是在后面加一个逗号 这是悬浮状态啊 悬浮的时候你还是这样 你就别变了 懂这个意思吗 你本身是不是 看着 我本身他设定这个颜色 是不是就这个颜色啊 然后你悬浮的时候 还狗是这个颜色 是不是也把上面这个悬浮给覆盖掉了 懂这个意思吗 所以你们来看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在这里摄完 这样摄完之后 是不是就跟一样了 而我们检查我们写的这个网页的时候 你这样去点击 大家来看 你点这的时候 你看这 诶 也看不到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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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看不到是吧 但是如果你能看到的话 其实这里面是涉及到一个覆盖的 懂吗 就是你得知道 其实你最终设定的这个颜色 其实是把上面那个给盖掉了 对 因为你上边 你上边设定的这个color 跟这个color 是不是本身就有个颜色了 你下面是不是也是对它进行个覆盖啊 因为它 对于咱们第一个标签而言 它既叫TB 是不是 是不是也叫activo 谁在下边 谁说了算 懂了吗 所以这个顺序也很重要 那可以 但你写一个 activo power 可以啊 那你就是怎么样的 你就 把哪个tb去掉 把哪个tb去掉 你现在是不是 你除非给这个html这个tb去掉 对吧 你把它去掉 你所有关于它的处理都 都用它 对不对啊 也行啊 没问题啊 ok吗 大家 ok啊 要不咱截一段 那这样的话就是上面就是合不动 对